作词 李宗盛 命运白白如星 梦见你 谁人意 斜阳落空手回忆 相思何处忘记 战不断爱情死伤 如果失去它 何必独把天下 即使相爱无云 我会只为你牵挂 空间无能乱 时而与我交 心思间思想 从天到地 达着难无常 身处到白发 只愿与你 生死都缺扬 生死都缺扬 是 就这个将来 因此 我们是 国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拖出去 滚棒打死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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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陛下 救我 陛下 陛下救我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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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姐姐 你能来宫里陪我 我实在太高兴了 你都不知道 我一个人闷在宫里 都快无聊死了 等到你剩下小皇子之后 就不会无聊了 到时候 还怕你没有空理我呢 到时候 说不定 你就不在这儿了 我知道陛下 为什么会接你进宫 如果有一天 五姓猴回来了 你还是会跟他团聚的 对吧 对了 最近有没有丁柔的消息啊 我之前让家将去打听过 听说他一直被困在诸伟府邸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联系 我到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团聚 什么办法 殷姐姐病了 殷姐姐病了 听说李华的病情加重了 怎么回事 免了 陛下 见姐没事 还说没事呢 你就别逞强了殷姐姐 陛下 殷姐姐的腿疼老是反反复复的 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也没个人在身边伺候 你说 她是不是很可怜呢 李华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这还不简单 多派几个婢女来伺候你不就行了吗 陛下 千万不可以 你 见且住在长心殿 已经是惹人非议了 如果再多来几个人伺候 那不是更惹是生非了吗 当初朕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觉得 知道你在宫里的人越少越好 可是你现在的病情越来越重 要是没有人照顾 朕也不放心呢 陛下 陛下 我可以让丁柔到长心殿陪我吗 现如今 我只想找一个可信的人 可以陪我说说话 陛下 我求求你了 你就答应姐姐吧 因姐姐腿伤不见好 有的时候碰上下雨天 她疼得连床都下不了 身边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一个人多可怜呢 我求求你 你就答应她吧 好吧 好吧 就宣定机进宫 来陪伴丽华吧 好 多谢陛下 孙 masters 妹妹 丁姐姐 丁姐姐 你我姐妹 竟然还有重逢的一天 你的手 受苦了 丁家军 不要紧 只要公孙 只要公孙没事就好 你放心 公孙一切安好 你要好好保重 等待跟他重逢的机会 我会的 丽华 你也要耐心等待 与文叔重逢的那一天 如今等着我回家的 只有丁家而已 丁家传来消息 果然是刘璇把丽华囚于长安了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救丽华出来 不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丁家传来消息说 刘璇为丽华找御医 还把丁柔放了出来陪伴丽华 况且 还有丁家的影视保护 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丽华在长安 反而会比较安全 刘璇囚禁丽华 就是为了要牵制你 眼下只有尽快打败王朗 让刘璇有所顾忌 才是保护丽华最好的方式 那眼下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尽快攻下巨路 那不好 停车 停车 为什么停车 我这肚子都饿 肚子都抗议了 那奴婢去给邓公子买吃的 不许去 他要不是你家公子 公子 你什么意思 你不饿是吧 堂堂男子汉 肚子饿了不会自己去买 怎么能劳烦一个弱女子 我又没说让火珀去买 我自己去买就好了 这就对了 快去吧 行 那我就买我自己一个人吃的 怎么能买一份的 我要吃你要吃 琥珀也要吃 去买三份吧 要不然咱们俩一块去 真拿你没办法 琥珀 琥珀 你就别去了 我跟殷星去去就回 走吧 走 琥珀 天到的琥珀了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不给我 不给我 给我 给我给我 给我 你 你不敢 你 你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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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给你 怎么回事啊 你别跑啊 怎么回事啊 是这个小乞丐 偷了我的钱带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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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 你 对呀 你 柳 You 怎么回事 没事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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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你 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不打不相识 姑娘狭矮心肠 一见难忘 所以貌昧打听了一下 找到了姑娘的住处 找我有什么事 在下姓姑 是来长安做生意的商人 姑娘你呢 郭公子 以后如果没有别的事 就不要再来找我 别关门啊 一条淑女君子好求 我追求我心仪的女子 这难道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吗 郭公子 郭报 公子 你是谁啊 我是来找这位姑娘的 你是谁 我是 公子 不用理她 奴婢打发她走就是了 郭公子 我追求我心仪的女子 为何要走 她叫你公子 又自称奴婢 看来你是她的婢女了 既然如此 我愿意千金买她 还请兄台成全 别说是千金 就是万金万万金 也休想买下我的琥珀 奴婢虽然身份卑微 竟然是为何 但生是我家公子的人 死亦时 还请郭公子自重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一个奴婢如此胆识谈吐 好啊 不行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顽固子弟 公子别去 我们是来救姑娘的 别惹事生非了 免得惹人注意 你看他说什么来着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人 你自己说的 别说这些了 还是赶紧想想 怎么把姑娘救出来要紧 四方怨叛 这难道是朕的疏失 陛下息怒 礼叔的事引起关中离心 众人都以为朕听不进去 忠言诛杀忠臣 这怎么能怪到 朕的头上来呢 朕名义上是天子 实际上是他们所立的傀儡罢了 陛下 不如把王匡他们先调离长安 抵御赤霉平定四方 朝中只剩下赵盟一个人 这样就好控制了 好 是应该把他们分兵四派 免得他们在朝中生事 刘秀那边局势怎么样 邯郸王老败局已定 不过 臣担心谢宫制不住刘秀 银姬在我这里 料想刘秀也不敢妄为 陛下 千万不可妇人之人 再放虎归山了 朕理会的 你先退下吧 朕理事 你怎么来了 天这么热 当心中暑 今天陛下赏给我一些很好吃的点心 我觉得不错 所以拿来给姐姐 你有孕在身 自己留着吃多好 琥珀 姑娘 你们两个吓了我一跳 就是想要给你个惊喜 那你们好好聊 我先回去了 我送赵姬夫人回宫 姑娘 怎么样 家里都还好吗 大哥 馨儿好不好 姑娘别担心 家里都好 公子和邓公子也来了 他们正在想办法要救姑娘出去 我这腿还没有完全康复 我这腿还没有完全康复 就算逃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去 如果侥幸逃了 惹怒了刘璇 怕是会对三哥一家不利 不如留在这儿静观其变 不行 姑娘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无妨 我自有对策 你说仙儿跟凤儿也来了 人呢 他们两人已潜入宫中 打算晚上偷偷溜进来和姑娘见面 你还可以扮成宫女进来 可是他们两个男子 这样进来太惹人耳目了 那姑娘有其他办法吗 月亮 我这是中国的 會如何 我 你带来 你不愿意 你们 你不然 你怎么肯定 他们是假扮的皇门侍从 宫义的侍从我都认得 即便叫不上来名字 至少看着眼熟 而这两个男子看着非常眼生 而且深更半夜鬼鬼祟祟 一看就有问题 终于被我抓到把柄了 走 陛下 印记案子与宫外人来往 义图不轨 你可千万不能纵容他呀 如果当真如此 朕自会成敬 陛下到 请不认达 陛下深夜前来 所未何事 韩基 怎么回事 陛下 有人亲眼所见 有两个男子进了 殷记的房间 一定是被他藏起来了 殷记 你说 你把人藏哪儿了 我住在宫里的事 除了陛下和赵姬夫人 只有韩基夫人你知道了 这深更半夜 怎么会有男子出入呢 想必是你眼花了吧 印里华 我不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样 可是我的人亲眼所见 绝不会错 难道你还在陛下住的长信宫 安插了眼线 你 这是要监视我 还是要监视陛下 好你个歹毒的殷丽华 你敢诬陷我 是谁居心叵测蓄意诬陷 你我心知肚明 陛下 你一定要相信朕切 朕切所说的可是具具属实 且万不要被殷记的花言 巧语所迷惑了 若陛下不信 陛下可以派人送过 住口 若陛下 听导人 若陛下 若陛下 这儿想起来 可求替你 不信 现在发生床 他们在哪儿 快叫他们出来 好 好了 你们都进来吧 姐姐 姐姐 风儿 星儿 小心 姐姐 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不是说 都已经好了吗 我真的好很多了 可能是因为刚跪得太久 腿麻了 真的 我现在已经不太疼了 而且也自己能走 不信 我再给你们看 别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姐姐 你就别走了 好好歇着吧 都这样了 你就别逞能了 赶紧坐下吧 姐姐为了刘秀 把自己弄成这样子 可她居然还娶了别人 当初你们成亲的时候 她答应过我 要一辈子对你好的 对啊 要不是因为刘秀 姐姐也不至于 沦落成这个样子 要我说 姐姐当初就应该 嫁给我小叔叔 我小叔叔至今未婚 还不是因为姐姐 邓公子 事到如今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这也说替姐姐抱不平吗 风儿 我和三哥的事 是我们夫妻间的决定 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我而怨对她 假以时日 她定能平定河北 我希望到时候 你们都能够为她扫平乱世 尽一份力 姐姐 你对刘秀怎么还是那么痴心啊 我不是痴心 是应该这么做 可是 为什么呀 因为她能够舍弃私情 牺牲自我 是一个真正能够为天下百姓 着想的人 是一个真正能够为天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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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巨鹿首将王饶 对王朗忠心耿耿 死活都不敢投降 还有 她借助着坚固的城坊 拼命死守 负于顽抗 我们的冲篷 石车 这些工程工具本来就不多 已经围攻了十日 依然没有办法破证 已然是陷入了僵局 若是这么旷日持久地对峙下去 一旦王朗得到喘息机会 难免会夜长猛多 主公 能否置巨鹿于不顾 直接南下攻打邯郸 但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 巨鹿就会在我们汉军的背后 他随时都可能出城夹击我们 我想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风险 王饶死守 我方士族疲惫 若是强攻代价太大 不如率领大军精锐 直攻邯郸 王朗一死 王饶便不战自负了 这个主意好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 夹击王朗 公孙 你率领部队留守于此 围攻拒路 我与仲华一道 率数万精兵 绕过拒路 直奔邯 突袭王朗政权中心 诺 刘秀真是欺人太甚 刘秀真是欺人太甚 既然如此 我就和他死战到底 传证号令 整治惩防 继续坚守 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刘秀向咱们宣战了 蜀公 不好了 我城守将已经投降 大开城门 建议汉军入城 那城里现在怎么样了 我军将士人心涣散 纷纷投降 顾不了那么多了陛下 咱们还是先逃出邯郸再说吧 快 陛下 走走走 陛下 快走 陛下 陛下 来来来 快走 走 不要了陛下 陛下 这边快 快陛下 快 陛下 这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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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往这边走 走 陛下 陛下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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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将军 我不是赵王之后 我是被那个王朗所蒙骗的 将军 我以后愿意归顺于陛下 将军成全我将军 当初你悬想万金 射击陷害我主公的时候 可想到了今日 ras 大死马 达死 叛军 绞械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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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不赦 刘秀这么快就灭了王郎 朕还真是小看他了 刘秀剿灭邯郎郎有功 朕以封他为萧王 朕念萧王有功 预召他率部回长安 河北那儿呢 令派苗曾任幽州牧 为顺任上古太守 蔡冲任余阳太守 萧王回京后 你们夫妻俩就可以早日团圆了 多谢陛下成全 你想想看 你本是萧王的王妃 明媒正确 郭氏若仗着他的舅舅十万兵马 想夺你非位 朕自然是不会让他入院的 你尽管放心 萧王回京后 朕就封赏你的兄弟 必然不会让你疏于郭氏 多谢陛下 刘萧 你果真太小瞧他了 他是不会回来的 徐公 与本公达 朕公 我的忍督 妁王 您一下 我 您吗 不许 暗中与王朗书信往来 主公 这些书信 应该如何处理 王朗冒充刘子虞 刘林助纣为虐 让很多不明形式的将领被蒙蔽 不过与我来说 这些 都是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我既往不咎 这些书信我不想看 也不会干 打下邯郸 诸位将领辛苦了 今天晚上 大家不醉不归 回去睡个好觉 诺 谢主公 诺 让我看 你不为我哥高兴吗 你说你 我看你 你不会有个好人 只是 为了李家的香火 你早日纳妾吧 我不会反对的 我李同 已经取得了我毕生最爱的女子 并无纳妾之意 妹妹 姐姐腿还没有好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好几天没有看到你 小时候过来看看你 怎么样 我没事 还说没事 才几天不见 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两天 总是食欲不好 还可睡 之前找太医来看过了 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我估计 还是因为怀孕的原因吧 你建议 我的天 我 已有 现在 这些小般的 也没想到 我 碰到你 别的 我 你 我 就 是太医开的 是太医给开的方子调配的 那这安胎药 是太医熬好了拿过来 还是宫里的人自己熬的 是自己熬的 宫里有个婢女叫翠儿 一直都是她给夫人熬药的 怎么了 姐姐 你觉得是药有问题吗 这是我从家里带的侍女 姐姐但说无妨 我也没有把握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是要小心提防才是 这样吧 你去把太医的方子 拿过来给我看看 还有 如果有没熬的药 也偷偷拿一点过来 别让翠儿知道了 忘记了 李华 你这是干什么呢 熬药的事让婢女做不就行了吗 陛下 这些事我不想让旁人插手 这是什么药 是你的吗 这 陛下就别问了 这药到底是给谁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先退下吧 诺 陛下 这是赵姬夫人的安胎药 近日 她日渐憔悴 身体衰弱 我担心 她吃了什么不该吃的药 所以就把她的药拿过来 打算自己尝一尝 赵姬有孕在身 她的安胎药你吃了也试不出来什么 你要是觉得有问题 找太医来问问不就行了吗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贸然去找太医 怕是太失礼了 来人 宣太医 诺 太医 您看一看 怎么样 臣不知当奖不当奖 臣不知当奖不当奖 不要废话 快说 这上面的药 大多可以养太安神 可唯独一味药性极阴寒 除非孕妇体质胜热 否则的话 就识之下 太耳难保 你说的可属实 臣不敢妄言 句句属实 这药方 是不是你们太医令开出的 太医令 回陛下 此药方是太医令所开 大胆 陛下 有人要害朕的皇子 罪该万死 陛下 这药方 确实是太医令所开 但里面没有这味药 莫说宫中太医 即便是民间的大夫 也不敢开这个药 往陛下明察 陛下先别生气 太医都说了 这方子没问题 可见 不是太医的错 你先下去吧 多谢夫人 陛下先别动怒 有人要加害朕的皇子 心思何其毒辣 朕如何能无弃 陛下 太医再怎么大胆 也不敢开出这样的方子 加害皇子 我想这背后 必定有人指使 这一步 朕原以为 韩姬只是善妒 没想到 他竟然心狠手辣到如此地步 连赵姬府中的胎儿 都不肯放过 这次 朕要重重治他的罪 陛下 您也怀疑韩夫人 要不是她还能有谁 朕宠爱赵姬 她早就记恨在心 朕宠爱赵姬 如今赵姬身怀有孕 她便从中作梗 陛下 无凭无据 单凭猜测不足以将韩姬定罪 况且 她是皇子之母 和陆林军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为了后宫安定 还是暂时不要声张的好 难道你想让我放过那个毒妇 等我们有了充足的证据 再发落韩姬也不迟了 有了 你也不免得了 你不在乎 不在乎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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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在乎 也就只有你了 我替赵姬和她腹中的胎儿谢谢你 陛下言重了 安开药有问题 是谁想要害我 太医就算再胆大包天 也不敢开出这样一味药出来 我想 那味药肯定是被人后加进去的 可能是寒姬买通下人所为 她要害我就算了 竟然要害我的孩子 从今天开始 我跟她势不两立 还好我们发现得早 没有让她计谋得逞 你先装作不知道 不要打草惊蛇了 不过我建议 你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爹 让他有所防备 暗中保护你 好的 燕姐姐 我都听你的 能够不顾身 安排药 温哥 你先喝完 不顾身 你还是趁热喝了吧 太医说 这要凉了就不好了 长秋殿里宫女众多 只有你对主人用心 叫什么名字 灰夫人 奴婢名叫翠儿 既然你叫翠儿 来 我这里有个翡翠镯子 送给你 当时为劳你对主人的一片用心了 奴婢多谢殷姬夫人 你说这药 都是太医开的方子 对 都是太医亲自开的方子 谁去抓的药呢 是太医 差人抓好药送过来 然后奴婢熬的 所以这个药 每天都是你亲自熬煮的 是 都是奴婢每天亲自熬的 我已经旁人插手 好大的胆子 竟敢谋害赵姬夫人 奴婢不敢 请夫人明鉴 我亮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你只要说出谁主使的你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没有啊 奴婢不敢谋害夫人 就算给奴婢一百个胆子 奴婢也不敢往夫人的安退药里下药呀 如果不是你干的 我还没有说网丸里下药 你怎么知道呢 到底是谁 快说出是谁指使你的 或许陛下开恩 可以饶你不死 没有 真的没有 奴婢夫人 夫人 你们饶了努婢吧 把她拉下去 让她好好想一想 等候陛下发落 奴婢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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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好人啊 你放了我吧 奴婢夫人 奴婢夫人 我待他们不保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害我 夫人 夫人 夫人不好了 奴婢刚才把翠儿拉出门外 她就撞墙自尽了 没想到她竟然为了保护凶手而自尽 真是太疏忽了 好在死无对证 险些被陛下察觉 我便把她扔了 人家扔了 她的身体 她的身体 我会把她扔了 他扔了 她的身体 他都在过来 她的身体 是否有了 他扔了 她的身体 从她的身体 她在身体 她的身体 还在身体 她的身体 那我的身体 最后一身体 她就把她扔了 她的身体 我当然想让皇上早日立求二为太子 但是陛下一再推脱 我担心若赵姬这个贱人为陛下生下儿子 陛下为了拉拢赵家 那立谁当太子就不得而知了 绝对不能让赵姬生下皇子 都是这个该死的英丽华 要不是他 咱们早就把赵姬除掉了 红颜美 催了君王 那江山来 还原一马 红颜祸水 蜜天大花 江山如花 谁令男儿写家 我要将爱照高天下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迎风绽放 顽固流放 迎风绽放 顽固流放 我是红颜祸 也是江山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迎风绽放 顽固流放 黄黄河 帮我共穿 顽固流放 一颗帮流放 顽固流放 我一家爱 照高天下 我一家爱 照高天下 我一家爱 照高天下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我是红颜 也是江山 我一家爱 照高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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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家爱 照高天下